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跟大家搶先玩 《鬥羅大陸》正版授權的手遊 遊戲非常可愛 非常有趣 裡面的玩法很輕鬆 很特別 跟大家看看 《鬥羅大陸》本身是我頗喜歡的小說 馬上跟大家看看 遊戲可以到後面或中期 我們的武魂是可以切換的 包括浩天錘、香腸、浩斯卡 油骨套、七寶流離塔 很多不同的玩法 當然我最喜歡主角的浩天錘 遊戲如果是剛開始的時候 即是開服時已經送出1777抽的超級福利 給大家保證抽到手軟 遊戲的重點玩法就是《魂環》 除了《魂環》之外 我們的《魂絲》、《魂靈》、《魂骨》、《魂盜氣》 都會重現在遊戲中 很簡單 現在我們是不斷地打鐵、斷造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魂環》 我們的實力就會越高 當然我們實力越高可以去做什麼 就是打打主線 主線方面有些很Q版的劇情 讓大家看看 我們去挑戰完成之後 就可以繼續挑戰下一關 當然你不夠打的時候 你放在這裡一會 其實你又可以增強實力 斷造一些比較強的《魂環》 我們就可以繼續挑戰那些BOSS 非常輕鬆 《魂環》方面跟大家說了 我們可以不斷地斷造 不斷打鐵 就像現在大家看到這樣 另外 我們也會有《魂絲》 《魂絲》方面大家很簡單 召集招募 就可以看到 可以招募魂絲回來用 主角之一的奧斯卡 我也招募出來了 我自己最喜歡這個堂號 是主角的老豆 我們也可以培養魂絲的技能 提升他的技能 除了魂絲之外 我們還有魂靈 魂靈很簡單 有契約 我們可以抽取魂靈 然後帶牠們上戰場 配合你自己的最佳組合 魂導器有很多不同的種類 你也可以增強實力 例如有時候 很容易被人打到暴擊 你就會有抗暴擊的功能等等 對了 我自己先不放那麼多 先升好主屬性那把 最後就是《絕學》 天賦領域 我們可以把覺醒的天賦 令到增強更高的實力 現在看到我可以不斷地去覺醒領域 當然如果你遇到一些比較差的 你就可以分解了它 還有領悟方面 我們可以領悟到更高 就可以獲取更高品質的天賦 這個也是增強實力之一的玩法 也是非常有趣 然後其實畫面上的位置 可以走來走去 可以看周圍的環境 還可以的 挺有趣的 可以讓你走來走去 中門方面 我們要玩久一點 就會開放中門 中門有很多東西玩 例如中門商店 我們可以購買雲力等等 需要的素材 中門任務方面也是 做多些中門任務 我們可以獲得多些經驗值等等 不少就中門歷練了 我們可以在中門歷練中 挑戰一些很高的雲獸 又或者是團體BOSS 我們可以集合整個中門之力 去挑戰成功 這樣就會獲得很多素材給大家 學院這邊的玩法 我們有空獸 空獸這裡 我們也可以送一些禮物給空獸 去增強我們的實力 也可以跟空獸切磋 如果挑戰成功的話 我們又可以獲得法晶和鑽石 又可以增強我們雲獸器的實力 我們也可以透過冒險 去發現一些物品 黃金樹這個玩法也挺特別的 我們可以用羅三炮 去採集別人的黃金樹 就可以丟到聚寶盤上 最後一共獲得鑽石 這樣的禮物 學院還有易容坊 易容坊有不同的形象 我們也可以在這裡 改變我們的形象 以及頭像等等 不少當然就是市集 我們可以在這裡 買到我們的時光碎片 一系列的素材等等 最棒的玩法當然就是挑戰 我們可以在鬥雲場 跟不同的玩家對戰 積分越高 你就可以上排名越前 我們獲得的獎勵又會越多 雲獸森林 我們也可以挑戰一些雲獸 當挑戰完成 又可以獲得鑽石和雲力 武雲殿入侵 我想大家都知道 武雲殿在這個小說中 是一個很強的陣型 但是我們可以挑戰強角 對啦 強力的對手 你看到 我們可以在15回合內 打到一定的傷害 就可以獲得大量的獎品 這個武雲殿入侵 大家不要錯過 最後就是殺綠之刀 我們可以在殺綠之刀 15回合內 搞定對手 這樣我們又可以獲得大量的獎勵 所以很多不同的小遊戲玩法 大家就不要錯過了 我們的目標 就是成為最後最強的超級鬥羅 玩到後面 一路升級一路升級 就可以有機會觸及武學巔峰 好了 我玩了一段時間 也要做總結 其實這遊戲也頗佛心 因為送出很多不同的抽蛋 每天登入都送出很多東西 另外 又有很簡單的玩法 浴城的系統 如果以遊戲來說 這遊戲非常輸壓 對啦 因為非常簡單 不會給你壓力 還有很多不同的小遊戲可以解悶 我自己認為是一個輸壓解悶的神器 如果大家本身需要輕鬆的遊戲 這遊戲適合你了 我們今天的試玩就到此為止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兄弟們 看到這影片已經結束了 如果想支持我 可以按下加入會員支持我的頻道 還有分享給朋友 讓他們不要錯過遊戲的資訊